国内的疫苗厂牌选择越来越多 民众现在也很好奇 到底打哪一款疫苗最好呢 有医生就建议了 如果说以疫苗有限的情况来看 他最推荐第一剂要打AZ 因为打一剂AZ 它的保护力就很好了 就算之后第二剂混打 其他厂牌的疫苗 都能够产生更强的保护力 那么即便两剂都打AZ 这个间隔如果来到45周的话 还会比间隔12周来得更好 而连指挥官陈时东都说 他认为说打AZ疫苗 那么第二剂在选择上 灵活度比较高 日本政府14号再宣布 赠送台湾50万剂AZ疫苗 他们已陆续捐给我国 390万4000剂疫苗 有国内医师认为 可以造福不少国民 因为在疫苗有限的情况下 AZ将是首选 第一剂打AZ疫苗 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说 第二剂的时间 而且AZ疫苗最长拉长到 44到45周 还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 刺激综合抗体浓度的效果 因为第一剂打AZ保护力最好 效果几乎是永久存留 就算第二剂混打其他厂牌疫苗 都能产生更强的保护力 第二剂间隔时间拉越长 效果甚至更好 研究指出两剂间隔45周 会比间隔12周 产生18倍的抗体免疫反应 以及4倍的抗体袖架浓度 如果选择打MRNA疫苗 就得注意间隔时间 BNT疫苗它可能要打到两剂才能拉到 把综合抗体拉到比较高的一个浓度 第二剂要等很久的话 BNT可能就不会是我的首选 莫德纳和辉瑞BNT第一剂保护力 都会随着时间下降 医师建议第二剂尽量不要超过16到18周施打 但就算时间超过保护力变得比较差 等接种第二剂后保护力又会大幅提升 所以首选AZ弹性比较大 就连指挥官陈始忠也认同 打了AZ以后第二剂的灵活度相对是比较高 根据大家的一个自由的选择 但第九轮将开打BNT 民众到底要接种哪款疫苗 还是得以身体状况多做评估 记者续教会的台北采访报道